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如果这两人都分别顺利地代表蓝绿出征台北市的话 那么外界预期这将会是今年年底七合一选战当中 最有看头最精彩可奇的一个对战组合了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份开始 媒体就已经关注这两个人动向了 苹果日报在去年9月26号就已经公布了这份民调数字 当时连胜文是30.72%的支持度领先柯文哲的17.04% 但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 连胜文迟迟不愿意松口表带 这民调数字出现了反转了 来看看在2月9号 苹果日报公布了民调数字 柯文哲已经暴冲到了38.90% 而连胜文几乎是原地踏步 维持在三成左右的支持度 连胜文曾经说过 他不会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 但是我相信更多人想问他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非得要打这场选战呢 大家不会忘记了 在四年前五都选战 就在这一个选举的造势场合 你看到连胜文遭到一名歹徒 以激进行刑式的枪决方式 朝他的脸颊就这样子开了一枪 当时子弹如果稍稍有转弯的话 连胜文恐怕性命不保 人们以为大难不死的连胜文 应该会从此远离 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 但是没想到连胜文非得没有 而且他极有可能会投入 今年年底的台北市长的选举 而谁又会想到 当年把连胜文从鬼门关 抢救回来那名医师 就是柯文哲 这命运的诡决多变了 我们今天首先来看 资人记者陈志涵 初蒙青 以及陈泰佑的追踪报道 雪前之夜最后冲刺 连胜文他推掉了好几个候选人的邀约 这一夜他打算就留在凯道 为好朋友郝龙斌 全力地吹票赌阵 却因为接到离通电话 连胜文临时转移阵营 看前台北县副议长 陈红元的交情不错 连胜文决定要临时打一阵 他在身上还穿着好阵营的 蓝色浸水被吸引 这个行程原本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指 没想到竟然成了 连胜文生命当中最恐怖的变奏 好 今天晚上马上要赶到板桥 我们朱立伦 今天晚上在板桥的造势晚会 给我们的当局加油 加油 另一位林德福至此完后下台 连胜文立刻被邀请上了台中央 左右两侧分别站着重务员夫妇 台下的欢呼响起 现场的气氛因为连胜文的造场 达到了高层 突然间钻出了一个刺耳 极不永远的圈 其实你在造势场很难听到 突然有人叫一个很大的声音 很明确是听到一个 带有敌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之后伴随着就是一个人影这样上去 一名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一个剑步冲上来 他的身材明显比连胜文还小的许多 手上好像还拿了把什么东西 直接往连胜文的脸上攻击 两个人有一点做拉扯的动作 然后接着碰的一声 第一时间冲上去的时候 脚踏还没有做任何反应 我们的行动 我自己的想法是完蛋的 巨大的枪响 从连胜文的脸颊爆裂开来 连胜文整个人失去了重心 跌跌撞撞地往后推 他用手捂住了左脸颊 由于事发突然 旁人见状之后 回过神立刻冲上前去搀扶 但根本扶不住人高马大的脸上 特助徐侯廷这个时候也冲上了台 对他的手上衬衫上到处都是血 大概十秒钟的时候 他有意识 他一直在摸他的脸 然后就说怎么实施的 我那时候说我们不要再等救护车了 我们直接用自己的车送 然后请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 在前面带路 一路上就是 当然你想知道 就是救人的重心众 我们就是床红奔 然后路边有很多巷道很窄的部分 那旁边有挡到这些东西 然后在车上 我们就请他的一个好朋友立业 用手去压住他的伤口 把轿车当成救护车 一路的闯 生死教官 连胜文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那时候他是有意识的 我们其实后来在聊的时候 一直才跟我们讲说 因为子弹的温度是以前的 子弹因为是贴着他的脸打出去的 所以还没有做旋转 所以他的器官没有被破坏掉 但他的神经是瞬间被烧坏了 所以他还有意识 他还能够说话 他在车上就说 打电话给我老婆 Herry那时候已经知道 大概的消息了 那其实他也很慌张 这一天的话就哭了 那那时候他在车上 他其实讲了 他说 不 matter what happened Please remember I love you 这通电话像是在交代一夜 挂上了电话 才一闲哭着冲进的客厅 他告诉婆婆 胜文受伤了 连方语说在那一瞬间 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脑中一片空白 到了永恒哥庆之后 看下急诊 新的事的医师其实也蛮慌张 他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型的小医院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实现 他问我们说你要送台大还是送龙总 然后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哪里进送哪里 那因为他真的流了蛮多的血 但我们真的很担心在中间那一段的时候会有任何的状况 在车上我就告诉我自己绝对不能昏倒 我就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活着看到我的小孩 连家人铁青着脸赶到了台大急诊室 连方语回忆 他看到连胜文脸颊肿得像两个皮球 竞选背心上到处都是血 一向生龙活虎的儿子躺在手术台上气息奄奄 在同一时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同场一名支持者黄运胜遭到榴弹紧重头部 已经伤重不治了 在那生死一瞬 父亲连战也忍不住崩溃掉下眼泪 总是冷静自尺的连战眼眶泛红 他的儿子正在和死神搏斗 做父亲的应该守在身边给儿子最大的力量 但大局为重 连战必须要出面说话 他离开台大医院回到了凯道 面对蓝军广大的支持群众 连战没有煽动情绪性的发言 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父亲 我的儿子这个时候 正在这个医院里面躺在那里 情况还不明 我也不要再讲什么话了 愿老天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台湾 祝福所有的老百姓 大家好好好的去生活 加油 一切叉叉叉叉叉叉 加油 没有连胜尾艾文那一枪 催出了激情票 国民党的五都 还能够守得住三都吗 那医师提到的就是说 他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迅运 这根本就是一万分之一的几率 这颗子弹是完全 从这个中空空间这样出去 在这个中间的弹道 就是子弹行进的路线之中 只要碰到任何的东西 特别是牙齿这种坚硬的东西 只要子弹一转弯 那就是往任何一个地方去打 我不得不相信 就是说明明之中 这个世界是有一股异量存在 人们说连胜文真是福大命大 子弹钻进了脸颊 不但没转弯还长了眼睛 这颗子弹从连胜文的左脸 穿入了上海洞 贯穿了鼻中隔 最后从右侧颧骨穿出了太阳穴 奇迹似的轨迹完全没有伤到脑部 在一个星期之内 连胜文已经可以自行禁食 十天之后就出院 这在临床医学上千万分之一的几率 百分之百的奇迹 就发生在连胜文的身上 但不幸者恒不幸 阴谋论因此甚嚣成伤 不是贯穿嘛 脸部不是贯穿 是擦伤而已嘛 没有的真相不是真相了 因为这些真相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绝对会有真相 他们完全已经不忽住了 政治人物的枪击事件 从来就不可能会被认定是单纯的刑事案件 连胜文不是自己在选举 他只是帮人助选 怎么说都说不通 要他配合所谓的阴谋 在自己的脸上开一枪 连胜文面对这样的 他忍无可忍在枪击事件之后的第15天 连胜文不顾妻子 好友幕僚等人的反对 他决定趁着到台大换药的机会 走出了敦话难路的助手 技术性的恶意 摄影大哥拜托拜托 你们就那边一排 那边一排 能够活着看到大家 很高兴 谢谢大家 声音虚弱 脸部浮肿 连胜文的双眼几乎睁不开 美容贴不贴不到地方 仍然可以看见一大片的运气 他和蔡依山手剑的手出现 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动机 连胜文左脸上的伤疤 就是现场所有摄影机 锁定的交集 能够活着看到大家 很高兴 帽子被麦克风摄影机 打到头的风险 连胜文他坚持露面 还要破除谣言 他是真的遭到的枪击 但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 脸部重担是何能严重的伤势呢 为何连家公子 怎么看起来一点事情也没有 实在是不可思议 台大院一百多年 台大院发布了新闻稿 还有台湾一般的民众不相信 说编少来我们也被骂 连胜人来我们被骂 奇怪 怎么会这么倒霉 就在这一片质疑声当中 台大医师柯文哲出面说话了 这人也没那么勇敢 我再不相信 他跟他怎么讲 去这里挖一个动脉 挖一个动脉 生理的人 我才是最大证人 对啊 难道要怀疑我讲的话吗 他的说辞 应该有一定的公信力 因为连胜宛被送进台大的时候 就是柯文哲 奉命召集医疗小组 我都看过伤口 我看过电脑干的错 第一孙天我就看过了 对了 这个怎么造假 这不会啦 近距离开枪 所以出去这样 很快就穿过去 所以反正这边没有什么伤道 柯文哲不能怪我们 刀开的好难道是我的错吗 一贯的科室幽默 柯文哲说 要怪就怪台大医生开刀的技术太好了 一个深绿的台大医生 站出来为一个蓝血人作证背书 犹如是釜底抽信 让怀疑的火苗 烧不成熊熊的烈焰 我长一段时间我在家里面生气 觉得不公平 可是那个时点上 我告诉我自己 不能再继续坐在家里面生嫩气 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枪击事件过后 人们以为死里逃生的连胜文 或许将永远离开 险恶的政治环境 我生下了 1 2 3 金控年终尾牙 身为董事之一的连胜文一现身 现场造成轰动 不论是男女老少一网打尽 逐桌敬酒的时候 连胜文他眼神诚恳 态度不飞不到 他还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真性情 好爽 不拘谨 三不五十夹着国骂当发育词 拉近了和庶民之间的距离 这或许是连胜文 一直最在意的事情 三十岁之前 连胜文一直背负着富二代的原罪 因为他是含着金汤城出世的联工子 连胜文他足足花了四十四年的时间 才渐渐地走出世人善小的哈哈景 今天是中华民国102年 不是大明皇朝 经济搞不好呢 不管谁当选以后都只是丐帮帮主 马王队长报告 我们台湾的机场真是非常拖乱 最可怕的是双方的机场 我很怕这个大陆光队一来 以为自己上座废的机器 那个人不是人间烟火 嘴巴又那么毒 他没有当过公务员 他也没有吃过人间烟火 嘴巴又那么毒 他没有政治包袱 现在的选民可能是比较喜欢比较直爽 然后讨厌那种虚焦的这种政治人物 马王阵争 红山军倒扁 炮轰松山机场 管他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连胜文他无差别的开炮 不管弯抹角 也不怕成为剑板 因为他是廉价的大公子 所以他的发言都能够引发媒体的追逐 关注 讨论 在一堆唯唯诺诺的政客当中 他有肩膀有担当 是连胜文给自己塑造出来的形象 渐渐地他成为蓝军里 一位活跃的意见领袖 面对2014年的首都之战 始终没有正式表达参选意愿的连胜文 他的名字早已经出现在 各家民调的选项之中了 他是蓝军内部 呼声最高的市长候选人 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 闪得越远越好 但如果是为了别人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理想 如果是为了希望这个社会 能够更好一点 必须非常地慎重 讲好听一点 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讲难听一点不要搞砸了 一个差点 在选举场合死掉的人 如今要他再回到那个场子去 真的一点阴影都没有吗 作为连胜文的妻子 在一山当然不愿意 自己的丈夫再来淌政治 这场浑水 而事实上 这也是一般人 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 以他们家的条件 根本不需要连胜文 再出来卖命 不论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什么样的动机 连胜文说 这是一个从no 造梅比的过程 两千年总统大选 连胜文不得不起嫁回到了台湾 因为他的父亲连阵 正面对送处于脱党参选的严峻挑战 连胜文回台补选 看到的是比金人圈 更险恶的杀戮战 一年他父亲从大陆 回到台湾当接管委员的时候 还是个家无横产的公务员 他们不断购买农地 然后陆续变更为建筑用地 就连他在美国留学 都还可以越洋购买台湾的农地 像这样一路打拼下来 现在这位公务员和他夫人 持有的土地面积 足足可以盖五个天目榜球场 祖父您去世大概20年了 我的祖母今年90几岁 中风也被他们拿来批斗 我的祖宗八代都被他来批斗 我的父亲当然不用讲了 那我的母亲 我的姐姐 那我一知道很快就要轮到我了 果然这手很快就推出了 陈志忠单手做福利挺身的海报 攻击连胜文特权闪兵 还说她是花花公子 推文对象都是美丽的女明星 她在外面跟这些小子去混 小子去混的时候 就是才会喝红酒啦 开衣瓶啦 然后去哪里去 夜店去泡一下啦 什么辣妹去找一下 叙叙叙叙叙叙 传出来她跟明星说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只是当时在那个餐厅里出现 然后人家就说 哦 他们俩在教我 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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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家的成员遭了全面的启定 这亿万家产是怎么来的呢 对照陈飞扁出身三级贫护 白手起家 还有一位亲民爱民的宋审长 连家的身亡混错不定 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2000年的3月15号那天晚上 到了高雄 那年的一个干部呐 说他们办了一场大概 2万人的晚会了 我发现呢 只有2000人 最多 就我一上车之后呢 我附近有一个竞权总部的人 打电话来说 现场怎么样 就这个我们这个 本党的一个干部呐 他说 很棒 没有问题 现场的4万人 我打赛 跟我妈说 我说我觉得我们完蛋 我们输定了 我妈说你要不然 你才能帮他回来 好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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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战 我是肖万长 代表中国国民党 参选 我们选举 失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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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新会 对 任何一群人先上来了 质疑他们 大概直接呛交他们 我们说 那个谁 连某某 是不是在你那边工作啊 什么什么 这个外国人回去 觉得大惊小怪 说这个人说 连生文是一己战犯 政党一轮替 飞马各头领 连生文一下子 从副总统之子 变成了败将之兵 他连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那时候呢 我的人生开始变得非常辛苦 我很快呢 就被公司给调回台湾来 冷冻起来 他愿而离开 换了一家国际银行 继续发展 很快的 四年过去 又是大选举 这一回 别人家人感受到浓浓的胜选希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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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国情 哪有国家 我告诉我自己 不管对方怎么样的攻击我们 我阿公阿嬷都让他们批判 我们爸爸 我妈妈 我姐姐 我自己 我们全家都让他们攻击抹黑 不管他们怎么样的迫害我们 我说我绝对不会丢一滴眼泪 可是今天到这里 看到各位乡亲的热情 人台南人用亲的热情 我非常激动 谢谢大家 小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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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泛蓝团结 莲宋联首 即将要光调正选 小艺人 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两个歌 连战再败 事态银良 加倍奉还 纤维差距 惊险赢得2004年的 总统大选顺利的连任 也让台湾政治版图 有了明显改变 这个社会是现实的嘛 你在潮的时候 你是很受人欢迎的 但是你下来的时候 那很可能状况完全不一样 2004年看开票 就是你 譬如说你身边原本 十个八个朋友 看着看着看着 就有人不见 很可能是 你的父亲又失败 那你是落寞的 那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就走了 但不会沿在他当事人的角度 来解读是 也许这个时候 是我最脆弱的时候 父亲两次竞选总统失利 述到胡孙省 人生的起落 比股市的涨跌还难预料 严险文回到了金融圈 他决定要创业募资 却看尽了白眼 过去很多我们认为我们 跟我们熟悉的朋友 或是一些长辈 基本上也不太理我 其实抽签是很难的事情 人家不会把钱就扔给你 不管你是谁 朋友的父亲 在早前一年的时候 对我们非常的鼓励 结果后来 我们决定用创业的时候 去找他 这个跟我们讲话 他五分钟就帮我们请出门 他们怕会跟政治 丑到别人 所以本来很多该投的 还不一定敢投 这个对他讲是个主力 不是帮他的 所以他是一点点做出来 创业过程 真的非常艰辛 八年下来之后 我们现在的基金的规模 大家是两亿两千万美金 人生就是一场 不会停止的考验 我认为只有在逆境当中 能够激发自己斗志 彻底发挥自己权力的人 那才叫做好球员 有人说林盛文 他是官二代 他是富二代 很显然林盛文 对这两个名称 他都不喜欢人家 这么称呼他 他讲到他自己是 创业的第一代 他说2004年 父亲第二次讲住 总统大卫失利之后 他就兴起了要创业的念头 他记得连战当时对他说 你可不可以好好地 找一个工作做呢 如果你非得要创业 麻烦你不要留在台湾创业 否则你会遭遇到 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于是林盛文 他就跑到了香港去 当然后来又有很多人骂他 你是靠大陆关系 在做生意 林盛文也提自己报区 他说2004年 他那时候父亲 根本还没有到达他去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告诉你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官二代 富二代之外 很多人也说 林盛文 你就是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你的名字呢 总是看那些美丽的明星 连在一块 林盛文最后又是如何遇见 他生命当中的 Lucky Star 幸运之星的呢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台湾的选举新闻 有很多奇妙的花絮 比方说呢 候选的另外一半 也会被拿出来 比较一番 有命理师就直言 林盛文的妻子 蔡依珊 她的帮扶命最旺 只要她出面 挥个手 就可以帮林盛文 吸了很多的选票 而事实上 林盛文也曾经 公开当着媒体的面前 称赞她的妻子 蔡依珊 是个Lucky Star 幸运之星 自从遇见蔡依珊之后呢 林盛文 她的家庭事业 一帆风顺 不过呢 就在林盛文 40岁的那一年 她赫然发现 在她的肾脏呢 竟然出现了 一颗恶性肿瘤 而当时蔡依珊 顿怀了她 第二个宝宝 这是林盛文 第一次严肃地 面对她的人生死亡课题 她就是林盛文的 新女友蔡依珊 今年26岁 身高168公分 美国布朗大学 深化硕士 目前是博士候选人 这一次幸福不必再隐藏 我给作证 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对对 你中国也有看过吗 我看到报纸上有写 对对 娘子 娘子 开玩笑 她怎么敢 那个女孩给我看呢 娘子话不要害怕 娘子 林盛文 勉腆地笑得 像个初恋的大男孩 是谁 掳走了林家大公子的心呢 媒体开始追逐 原来蔡依珊的主妇 是台中清水的望族 姑姑蔡惠妹 嫁给了蒋家第三代蒋笑舞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蔡依珊 面对镜头 尽管有些害羞声色 却显得落落大方 甜甜的两个梨窝 不只融化了连胜文 我觉得蔡依珊真的帮了她的忙 结婚以后 终于这个花花公子 终于定下来了 然后这个太太 真的很讨人喜欢 他们两夫妇这样走过来 那蔡依珊就挽着连胜文 然后连胜文远远一看到我 当然就鞠躬90度 阿姨好这样子 那蔡依珊就跟她旁边 也跟着鞠躬 阿姨好这样子 就说完全就是这个 夫妻两个就是合作的 完全无间 她都会叫蔡依珊叫Sweetie 然后就大概可能连 她爸爸都听不下去了 然后就说 你这Sweetie在那边啦 不用叫了啦 在那里啦 主席有提供意见吗 有 给她什么意见 加油 我爸爸妈妈是她的啦啦队 我的人生过去是算满挫折的 实际上 那么同时也因为这样子 曾经怀悠上自豪 但是因为 遇到她的时候 我这个人生都改变了 她是我这个幸运之星 Lucky Star 永远又把握在车里面 经历的那个客户文件 三十五岁的那一年 连胜伟遇见了她的幸运之星 她先是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常委 隔年迎娶了美娇娘 2008年生隔当父亲 她迎接了第一个宝宝 连定姐 这是总经理送我的这个 见面礼了 人生看似一帆风帅的她 还在台北市道 跑龙斌的邀请之下 接下了台北悠游卡公司的动作 忍着看你笑话的人 甚至于比希望你成功的人 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你是连胜伟 你做不好 做杂了 你就是一个无能的阿俠 但是你做成功的话 人家可能会觉得 那是因为你爸爸 那是因为你家事好 那是因为人家给你们脸 很搭面子 进去的时候就两个人 一个董事长 然后一个董事长特助 所有的邮游卡公司的 这些成员也都在看 就是说 你们要来 你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 我个人的薪水 我接任哪一天开始 在公司还没有真正赚钱情况下 减半 搞清楚状况 你今天站在背询台这里 这些你会钱哪些好了 在一片政治仇庸的骂声中 连胜文他笑骂尤人 一人接下了资本额五亿 账面亏损却高达三亿的优有 公司 连胜文他一上任就大刀破 我过去在投资银行上班 一个部门如果绩效不好 效率不高 不要说百分之二十 整个部门都裁掉 我告诉你 各位民营企业就是这样做 首先我们要停止住 亏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停止住 就是说所谓的风险型的投资 我们确立了要往消费 前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那时候真的是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因为我很担心 我第一天一大吵起来 接到我们公司财务长的地方说 头上我们公司今天倒闭了 我真的很怕 他非常地有主见 也非常地有行动力 我常常晚上九点十点十一点 甚至十二点 都有可能接到老板的电话 兴起到了 当时金管会还没有通过 晶片卡小额消费的规范 法案在立法院一堂就是两年 连胜文长期在企业发展 他对于行政效率低落 深恶痛绝 他一方面败汇各大超商业者 非合作 一方面运用自己丰沛的人们 催促立法 主票证 发行管理条例草案 修正通告 没有管理就地合法 难怪网络包括媒体所传的 这就是所谓的神租条款 将来变成一个超级大败售 变成是一个塑胶货币的吸金 将来变成一个老鼠会的会头 事实证明 悠悠卡没有变成金融大怪兽 也没有像今天的EPEC黄铺包 悠悠卡不只走出了捷运公车站 它的功能还越来越多 悠悠卡公司转挥为赢了 连胜文 他却病倒了 我很抱歉 市长我要先休息一阵子 像我过去每天喝两大杯咖啡 我最高就在EPEC黄铺 一天喝四大杯咖啡 因为太累 回到家里面的话都讲得出来 那当然整个情况很差 血压都非常高 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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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到我都累到动都动不了 可是还是睡不着 一路就天亮 绝对不能够失败 压力让好胜的连胜文 短短的一年之内头发斑斑 一次尽量检查 赫然发现他的肾脏 长了颗恶性肿瘤 这个时候 妻子蔡一山的肚子里 又有了一个小宝贝 既然有了癌症 肾脏的癌 觉得整个好像整个 一片世界整个都灰掉 你的人生整个都黑暗掉 你眼前就发黑那种感觉 想说你还有一个小孩 还没有出生 另外一个小孩才三岁 那种感觉 各位你很难想象那种 我希望你们这一生 都不要有这种经历 这是连胜文身体最重的打击 最深的恐惧 他割掉了十分之一的肾脏 但癌细胞会不会转移 会不会扩散 没人知道 连胜文看着家人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 无比的废弱 生跟死的差别 我认为开刀对他来讲是 让他第一次有恐惧 每三个月 我要去看一次医生 我要做副检的时候 那种辗转难眠那种惶恐 他说是你们健康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答应过我自己的太太 我答应过我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我会保护他们 会陪伴他们 就没想到过来 到最后变得 我是躺在病床上 那个被人家照顾 被人家保护的人 所以我想未来的人生 的确是应该到了 我要好好地照顾 我的家人的时候 两次生死交关 一次他神奇地淡淡不死 另外一次还在追踪 今年刚好是第五年 不管选或不选 二月份会做一个决定 来跟大家报告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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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好友私下透露 连胜文迟迟不宣布参选 不是向外界攻击的 想躺着血 也不只是维安上面考量 她只是要确定一件事情 她的身体允许她再出发 大扣大扣都看过 所以才有很多事 我看得很远或看得很开 我觉得她想的 不是可不可以 就是做可不做得好 连胜文到处 当我们决定了目标之后 不管有多大的牺牲 还是多大的困难 以及多惨动的代价 都要坚持到 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就是我的理念 当然悠悠卡董事长 两年的时间 那是连胜文她唯一的公职履历 最后她用她的健康 换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但是光靠我手中 这张悠悠卡 还不足以就把连胜文 这个人捧上了 政治明星的地位 有人的解读 有人的观察是 真正的关键因素是 当马政府 整个团队的施政方向 距离人民的期待 越来越远的时候 连胜文她选择和人民站在一块 她炮打党中央毫不留情 当然有人的解读是 连胜文其实是在为她的父亲 连战出一口气 广告之后 我们要为您细数 连马之间传闻已久多年来的 恩恩怨言 马上回来 欢迎回答台湾起事物 我是文翔 自从出现了连胜文 有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风声之后 国民党内幕就不断地谣传 有人不想让连胜文 出来选台北市长 因此开始就有人放话爆料 针对盛宵成上的阴谋论 还记得吗 马英九总统在出发友邦的时候 还特地召开记者会 在记者会当中 他博去澄清 他说阴谋论从来就不是 他马英九的风格 强调一切都会尊重党内的初选的机制 然而事实上连马两家之间 难道真的没有所谓的疙瘩 没有心急的存在吗 我们继续来看资本记者 陈志涵 陈泰佑 以及邱孟清的整理报道 用政治显微镜来看连胜文 在他的身上带着两种基因 显性的权位包袱 已经跟了他人生的上半场 另外一种隐性的 在他的人生下半场 越来越突出了 陈志涵当选 连续干了两千 干那么辣 他就想说 当时如果选了连赞 那会不会不一样呢 我觉得有一点 觉得好像对不太起连赞 那个情绪由 投射到人生选局 失败 我就碰过一些台北市 问你个问题 连续文会不会出来选 如果他出来选 我们就要投票给他 我们觉得我们欠他的 曾经的劣势变成优势 政治就是如此的吊诡 没有永远的朋友 永远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可以变成朋友 打击战友 才可能更出头 2005年他要去选当主席 马英九是声望最高 因为文党没有执政 没有政权 所以只有他一个台北市长 那光环真的很大 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 他跟连赞建议 我们要落实民主 民主席是党员直选当主席 国民党的改革 未来我愿意试 连主席 如果表态参选 我们全力支持 连赞假说我党员直选 我当然选不过你 连赞知道自己选不过 就叫王金庭去选 如果真的参选会造成 分裂这么严重 当然不会参选 当然不会参选 我们心目中永远不变的 连主席的形象 当然不会参选 对权盛文来说 你就欺负我爸爸嘛 你说这父子跟马英九 爽不爽不爽 那个是百分之百 你爸爸为什么不硬起来呢 你在马英九在那边 赶你爸爸走 对不对 马英九把你爸爸赶走 这个不是我们制作的样子 我们非常扣喚马英九 把你爸爸赶走 我们到来行 你到来行 你到来行 说起了连马兴结 得回到2004年 对于范囊来说 两颗子弹逆转的选情 连宋率众在楷盗静坐 要的是一个真相 大家一起静坐 好不好 大家现在的喜 而石院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不但没参加 还下令 抢制距离静坐群众 马英九没有多等八年 2008年他顺利地坐上了大卫 夺回了政权 国民党内新人笑 旧人哭 荣誉主席不过是个头衔 没有实权的 当连家的大公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 遭人行刑事地对头开箱刺杀 马政府的调查结果 让连家人无法接受 真的就是我人生最低潮的一刻 我现在回想起来 第一 让我了解了什么叫人性 他一定要说是意外 当你面对国家的机器的时候 那种无助的感觉 你根本还没有查 当下就说是误杀 平安讲 我们感受非常深刻 他们不服气那个判决 这颗子弹跟当年台南精华记的那两颗子弹 对连家人来说都是打碎真相的子弹 留在连胜文脸颊上的弹孔 外人早已看不清了 但他心里的伤口还疼不疼 只有当事人自己能感受 把经济搞好最重要 那么经济搞不好呢 不管谁当选 以后都是只是丐帮帮 我倒没有觉得他是在挑战 连家人终不去对我选择 对民主的事情 有一些事情 就是可以划解 和解是需要信任基础的 一场马王政争 茶壶内的风暴 已经将国民党内的信任基础 破坏殆尽 老人家连战看不下去 他忍不住说了重话 批评马英九不该如此羞辱 王金 以为能够扮演重裁者 没想到是高估了自己 在马总统心中的分量 不是马总统不给王院长 基本尊重 是王院长没有给私房 基本尊重 坚持大势大飞的马英九 带着钢盔往前冲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当他的声望迭到了 只剩下9%了 还有多少人与他同一阵线 所谓的政治现实 匹马就是王道 就是政治正确 林盛文看见自己的父亲 被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回呛 做儿子的这一口气怎么吞人 林盛文大概在家里有时候 听到爸爸讲要出口气 然后也帮老百姓出口气 我们对于这种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做法 我们不是太认同 今天是中华民国102年 不是大明皇朝 事实上 林盛文不只是替自己的父亲争口气 他也说出了人们心中积累的不满和怨气 不吐不快 匹马将他的政治声望给垫高了 俨然成为国民党新生代最耀眼的意见领袖 看看国民党十九全会上的 这个转身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呢 这个画面媒体怎么可能轻轻放过 要说林盛文和马龙九 真的一点心结都没有 也未免得也没浪漫 他就不要选他的台北市长 他去做他的富豪 做他的扩上 喝他的红酒 去他的Playboy Mansion 都没有人会管他 才刚刚加入国民党的资深媒体人 周玉寇穷追猛打 每周一爆料 但在每篇文章的最下方 都可以看见这行字 与周玉寇武社撇清关系 林盛文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在纽约的生活 是一个隔壁之子 是毫不避讳的 他住的那个Trump Tower 是第五大道上 比台北地宝还要了不起的一栋房子 带他到他家 他看到他的家具都非常棒 非常高大 他就问他说 啊 这个都那么贵哪里来的啊 他说不知道啊 就是我有一个某某性命的朋友送的 他口中了任正之一 那位拿过公费留学的优秀律师 媒体揣测 很可能是曾经帮马总统 在特别废案当中 担任辩护律师的宋鸟 我没有评论 是宋先生提供你的这样子 没有评论 没有评论再讲的事 没有评论 人事实地物全部都是假的 检验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名嘴的说法 是不是具有公信力 知道一天报道 应该有当时的求证吗 还是你都没有说要求证吗 我不需要做一个假的平衡 这个应该只是开胃小蝶吧 不能算是连前菜都不算 所以我想等到要上煮菜的时候 我再来想办法让兵主尽欢 小菜开胃 真正的主菜等着上桌 党内真的有人在打压 连胜文不让他出头吗 连胜文他不会白白挨打 他的无敌舰队律师团 已经正式地提告反省 除了我有可能会参选台北市场之外 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最好 这也不是人生第一次面对 这些比较凶狠的打击 躲在黑暗当中总是想着要去斗争 要去全楼 就当作是上帝给我的一些考验好了 还没宣布参选 上帝的讨厌已经接踵而去 一路领先的民调数字出现了死亡交叉 连胜文在迈向市长之路上 石面白负 李伟林云芳说 不选举的人最大 他告诉连胜文 如果你打算要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 那么势必还是需要党的力量的支持 马英九主席将会是你最有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 当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放下你的身段 现在这个党的党主席 还是叫做马英九 所以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批评 在这个时候 双方所受到伤害的关系 势必要进行修补 该如何修补呢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起诉 我说明想 连家已经经历了两次的总统大选了 连胜文说 他们家主中八代都被翻出来了 但这并不代表 他个人也已经通过了全面性的检验 未来如果他决定要投入首都市长的选举的话 对外他必须向他的选民交代清楚 他们家和大陆之间的政商关系 而至于对内呢 大家别忘记了 前不久 连胜文才咄咄逼人地 炮打党中央 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才能够修复这个受伤的关系 让同志们能够尽视前显 努力为他辅选 大过年的 连胜文前往台北指南宫参拜 这已经非常明白了 这是一个政治动作 上 小小小 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够为更多的人来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我们上次来努力哦 希望有机会为更多人服务都说出口了 看来只差良辰及时宣布参选了 一名年纪大约50岁的中年男子 从人群中丢出了这个刺耳的问题 连胜文听见了 他微笑点头 嘴巴说好好好 最后谢谢大过 这尴尬吗 如果连胜文铁了心要选市长 他将无法摆脱类似问题如影随形 他没有任何的丝毫回避空间 跟大陆这几年的互动频繁 的政商关系的错综纠葛 他拜票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拼经济 我很想知道 他要拼的是什么经济 这是2013年联席会 连战向习近平介绍他公子连胜文 两人握手寒暄的画面 连战自从献除公职之后 顶着国民党荣誉主席的头衔 多次出访中国大陆 受到了高规格的领域 我只能说连胜文是两岸通吃 你要政商双齐 你就要接受公众的特殊的检验 需要对的人来把这个不同的资源 做一个整合 我们政府也不需要坐在经济营上 让害羞 最重要是我认为 均富这绝对不是一个梦想 能整合资源代表就能够掌握资源 如果有一天 当连董事长变成了连市长 政商双齐利益如何回避 连胜文又要如何顺义复选 参选是为了服务市民 而不是为了延续连家穿梭两岸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反复的时代 看你们很有钱 已经觉得有距离了 所以要很小心 如果连胜文不选 连胜文看来不会从政 他们家的政治人外就断掉了 断掉以后你的政治生命没有 你家族的地位 声望 形象什么就结束 对岸才会把你看作人物骂 然而连世王在说服选人之前 还得通过党员的一关 基层告诉我说 他凭什么要骂大明王朝 那小子乱讲话 就是不要投给他 我们封了他一个外号叫反马总司令 那这个反马总司令 跟反马总部就在连家 您来做说明 有没有做这么些事啊 大年初一 马英九总统亲自上连家 向连战拜议 媒体关注的是 两人会面是否会触及到 台北市长的选举议题呢 马主席已经排好要去 连战的家来拜年 没想到连胜文以去新加坡考察为由 落跑 这是一个非常恶意的做法 他应该先向党跟马主席道歉 连胜文又一次避开了 和马英九会面的机会 却又耐人寻味地 在遥远的一方抛出了橄榄枝 台北时间6号晚间 赴美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的 为了拍下这张照片 连胜文特别提早了足足40分钟 抵达了这场早餐会的现场 终于如愿地和当时的 驻美代表金普宗巧合地相遇 连胜文办公室立刻火速地 主动发出了新闻稿 外界解读 这是针对兵风的连马关系 释出善意寻求破兵的第一步吗 正月初九 马总统来到了指南宫参拜 连胜文特助徐红廷 也赫然出现在队伍里 这是连马关系的修补吗 连胜文阵营最近的动作平体 绝不容许外界见风插阵 身为党内的晚辈 那我想对于总统表达 就是敬意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一卧再卧 连胜文身段放软 主动地释出善意 连马关系得巧妙了哪年 毕竟过去重话也说了 一切之间反马变尊马 岂不着视金飞 自打嘴巴吗 不好意思啊 新年快乐 大年初三 连胜文赴美前来到了指南宫 这个动作小到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马自当头高挂鼓 连胜文停顿的脚步 又忍不住抬头再看一眼 加油 台湾加油 2014首都之战 马主席的关爱衍生 是否能够帮助连胜文马到成功呢 连胜文的下一步 得步步进行 首都市长的宝座 是前进总统府的跳板 陈瑞扁如此 马英九亦是如此 连胜文 有没有机会复制两位前市长的模式 来弥补他的父亲 两次角逐大魏失利的遗憾呢 这故事的后续发展令人好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准备翔 等你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